本土疫情趋缓之后 中央宣布活动人数上限已经解除了 而周末县政府以美好新时代为主题的老歌演唱会登场 邀请了赵永华、曾淑琴、郑怡等六位女歌手来上台献唱 吸引了无数台东乡亲前往参与 连现场饶庆林也化身成粉丝坐在台下和民众一起来欣赏演出 共同享受在台东最浪漫的事 周末晚间由县府所办理的老歌演唱会 在日式建筑文化园区登场 以美好新时代为主题 邀请了赵永华、曾淑琴、郑怡 还有音乐磁场的涂配层胡亦芬、兰丽婷的美声组合 一共六位经典女歌星到台东献唱 即便入场要维持防疫规范 仍可以从画面中看到演唱会的现场坐无虚席 就连现场饶庆林也化身粉丝坐在台下 与民众们一起欣赏演出 今年的老歌演唱会 虽然挺过本土疫情 但原定的演出时间全都被打乱 索性歌手与执行单位都能配合 才让活动顺利进行 县长也对他们表达感谢 我们的执行单位跟所有的歌手 其实都悬在那里 不知道到底今年会不会办 大家的档期又不一定这么有空 但是在这里要非常感谢 我们的执行单位 以及所有我们的签约歌手 每一个人听到我们最后要办的时候 全部义无反顾的来参加这一场 所以我们要拍拍手给在我们后面的所有贵宾 谢谢 还有工作同仁 感谢大家 因为你们把自己带到现场 让今天参与的所有工作同仁 非常有成就感 所以谢谢各位 一曲赵永华最浪漫的事 勾起了许多乡亲的回忆 在这个夜晚台东的乡亲朋友们 沉浸在歌声里 倦勇过往的美好 享受着最浪漫的事 而台东县政府连续三年举办老歌演唱会 让乡亲们不用到外地 就能欣赏到歌星们精彩的演出 接着在这个月20号将迎来今年度最后一场的老歌演唱会 不想错过机会的民众 可以上文化处网站查询相关资讯 记载其轮台东市报导